其实我挺不赞同左言说的 什么灵智灵章 子怡谁漂亮 我的女朋友最漂亮这种话 如果这句话真的是发自真心 没有问题 如果不是发自真心 那就叫技巧 如果很喜欢这种技巧 那我只能说你很不成熟 有多少幼稚的女生 就栽倒在那种技巧手里 反过来我其实认为她挺成熟的 从你的描述当中 我听不到一点这个男生的不踏实 我始终认为真正成熟的男人 是抓得住自己命运的男人 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他知道应该爱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知道应该抓住幸福 他知道应该踏踏实实过日子 所以别傻了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说 人在世人面前应该分成两个等分 一面是成熟 一面是幼稚 成熟抛给世人 幼稚只给爱人 他不是把他最幼稚的一面给了你吗 但是我想告诉男生的是 还有一句话叫做 改变这个世界的人 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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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大家